最近大家都去山西了是不是 提到山西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啊 就会想到没空还有醋 其实山西呢 是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明标本 自古以来啊 据说三分之一的名人 皆出自于山西 你看论帝王 上古帝王姚舜宇 春秋五霸靖文宫 还有一代女皇武则天 皆出自于山西 论将军 战神未清获取病 武圣关羽 皆出自于此 论文人骚客那更多了 出唐四节王博 太元王朱焕 师父王为 小山居士白居易 有宗元 王昌林啊 都是出自于此 就连元曲的四大家 有三个都在山西 那山西为什么能出 这么多名人大家呢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地理环境很特殊 你看它地处中原王朝 跟游物民族的交界处 年龄那是战火洗礼 让人才啊 必须能勿能武 你看身体很好 又能够学习 这很棒哦 而且能够静下心来 也愿意走四方 善于去应对各种变化 第二呢 当地资源非常丰富 人民也很富足 让文化有了更多生存的空间 你是哪个省的 留言告诉我 下一集告诉你 其他省有哪些名人 您的新鲜 请看身体并不过来 您的认识 请看身体并不过来